超高速淋巴癌 像伯基特 英文名字是Burkis lymphoma 像这种淋巴癌 就是说发展是特别的快 能在你的眼皮子底下 一天之内就能长出来 你把它制了 第二天它还能长回来 能到这种情况 然后这种大的B淋巴 我们叫做DLBCL 比较简单的英文名字 中文讲的话就是 弥散性的大B细胞淋巴癌 是就是说最常见的一种淋巴癌 刚才我们就是说 放了一个大概的分类 一个那种像蛋糕一样的 那个图谱的分类 你们可以看出 大概能在所有淋巴癌里面 这种东西占了20%以上 这种淋巴癌发病比较急 如果治疗得体 治疗得到 有很大程度上的病人 能够被治愈 可以看这地方 第一个红颜色的部分 就是我们所谓的 弥散性大B细胞淋巴癌 占了很大的鼻分 下面一个蓝颜色的部分 是一种恶性动 相当低的东西 叫绿泡性淋巴癌 这种淋巴癌 在早期的时候 不见得一定要治疗它 因为我们现在体现的 治疗得早 和等它发病造成困难 造成一些麻烦以后 再治 它从长远来看 对于生存率和死亡率 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但是这种小的 小的这种恶性度低的东西 有一部分会转化成 这个大的恶性度高的东西 在转化以后 如果治疗不当 病人死亡很快 好的 您正在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的保健原理节目 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 是零八癌的诊断和治疗 我们在节目当中 开放免费直播电话 中国大陆的听众和观众 您可以拨打10810 在听到录音提示以后 再拨8668375161 好 现在线上有一位 是浙江的黄先生 黄先生你好 浙江黄先生 还在线上吗 浙江黄先生 好像线路有些问题 希望可能过一会儿 浙江的黄先生 还会打电话进来 那么刚才我们是谈了分类 怎么样来诊断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要保持很高的警惕性 因为零八癌 它的早期的发病 它的症状 很多时候是不明显的 这样在新闻里头 那个病人 他得的是急性随性白 急性随样的白血病 是很典型的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病人来了以后 我感冒了 然后我嗓子疼了 治了一段时间 抗生素 不好 或者有人来了以后 脖子上长了一个零八结 然后治了一段时间以后 还是不好 像这种情况 当然绝大部分 是不会有问题的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要保持一种 长期的警惕性 如果一些事情 超出了正常范围 还不好 就应该去找医生 去看一看 要说到诊断的话 最重要的诊断 是零八结的病理解破 最好的 是把零八结整个切出来 送到病理室那去 如果有的一方 是用针穿刺 大的一种很 口径比较大的针去穿刺 这种方法是相当不可靠的 所以说我们 不肯赞成用这种方式 最好的方式 是把病理切片切出来 把零八结切出来 在指示上 如果发现一些 不好的情况 常用的一些诊断方法 像CT 我们所说的断层扫描 现在呢 更多越来越多的地方 用正电子断层扫描 我们叫PET 然后用这种两种方法 它的灵敏性和特异性 都是比较高的 话说回来 最重要的一点 是要保持很高的警觉性 说到这个保持很高的警觉性 刚才你谈到 比如说 是发现淋巴上有一个结了 这时候我注意到 这个有一个结 有时候可能不疼 但是我觉得好像有一个结 这是很异常 所以说呢 诱发你去做这样的检查 刚才你也谈到 最好是用这种切片 把它切下来 送去做病理检查 那么除了像这样发生 这样的能够看得到 摸得着的这样的 对 这种症状以外 淋巴癌早期 都有什么样的症状 能够引发我们去关注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我相当讲 淋巴癌大事分成两类 在低性的 恶度比较低的淋巴癌 它最早期的情况 很多时候 是以淋巴结肿大出现的 它肿大淋巴结 一般情况下不疼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当然淋巴结肿大 有很多的原因 很多的绝大部分情况下 是由于感染造成的 如果淋巴结不疼 肿大 很长时间不消退 这是它早期 慢性淋巴性 淋巴癌的一种 显示状态 恶性度的淋巴癌 你知道淋巴是一种 免疫系统的东西 如果淋巴癌 发生了以后 它会把其他的 血象细胞 红细胞 白细胞 血胶板 慢慢把它们的东西 给吃掉 然后淋巴癌 会在骨髓里头 慢慢的发生出来 像这种情况 很多的时候 会 它的显示方法 要么是出血 要么是感染 要么是贫血 病人会突然觉得 自己很乏力 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这么没有劲 什么事情干不了 有的时候 突然会得一些 很怪的一些 感染 别人不感染的时候 他感染 而且一些很奇怪的状态 感染一些地方 和感染一些细胞 细菌和病毒 一些种类很特异 还有的时候 就是出血 很多的时候 病人发现身上 有一些血斑 然后很容易 突然变得 很容易发生青斑 轻轻地碰一下 就会一大片出血点 这样才显示的 那个 是我猜招的一个 震电子扫描共振 扫描的这么一个图谱 在它左边 是正常人的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很 很少的一些信号 在右边 你看到很多 黑色的信号 实际上是 淋巴癌细胞 淋巴癌组织 就是说 吸收了大量的 就是说 我们叫FDG的 葡萄糖 能显示出来 这种情况 震电子扫描共振 我大概再简单讲一下 打个比方吧 就相当于 我们的红外线的 那种夜视仪 红外线夜视仪 你可以看见 东西在哪 但并不是很清楚 断层扫描 我们叫CT 就更像一个光学显微镜 这样的东西 所以说 它能看见 很明细的结构状态 为以后 其他癌症的 比如说 手术准备 很有作用 刚才你也谈到 用一个比较形象的 一个比喻 就是说 淋巴组织 在发生这种 癌变的时候 如果是早期 那可能会造成的伤害 会更大一些 如果晚期 才发现的 那可能是会造成的伤害 是小一些 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就说 早期的症状 淋巴癌和晚期的 这样的症状 有没有什么样的区别 这个 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话 应该 另外一种讲法 淋巴癌 它早期 我们还得 回来讲到 是低恶度和高恶度的 低恶度 它能在你的身上 存留很长时间 很多人在早期的时候 并不注意它 所以说 他们发现的时候 实际上是晚期 低恶度的癌症 即使是到晚期的时候 它依然 是可以存活 比较长的时间 如果是恶性度 比较高的 它一旦在你身上出现了 很快就能致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有可能 在比较早期的时候 发现它的症状 当然如果我们发现的 越早是越好 任何的癌症 都是这个情况 发现的早 我们可以进行 手术治疗 放疗 一般淋巴癌 不主张手术治疗 然后如果发现的晚 很多情况下 我们只能用 化疗的状况来治疗 说到这个治疗 我们在谈这个治疗 这个方案 有一种 我知道听说 有一种标准的治疗方案 在谈这个之前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我们谈到 这个淋巴 刚才您这个 有一个图表上的 也是淋巴组织 那好像在人的全身上 在很多地方 都有这种淋巴组织 那最早发现这种症状 多半是在哪一个部位 是在脖子上 还是在身体的 其他的哪个部位 或者 刚才您也谈到 实际上是白血病的 实际上也是 淋巴癌的一种 那么我还 我还听说 比如说像肠道啊 泌尿 生殖系统啊 都会产生 这样淋巴癌 这样的情况 哪一个地方 是最容易 最早发现症状的 也有一些 是最后发现的 还有一个图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